弟兄姊妹平安 今天活泼的生命经文的进度是在诗篇135篇15到21节 15节外邦的偶像是金的银的 是人手所造的 那么我们知道很多的偶像是用金子筑的 或者是木头外面包这个金箔或者银子等等 甚至很多是木头 这些都是人手所造的 人造出来的 有口却不能言 有眼却不能看 有耳却不能听 口中也没有气息 这里诗篇135篇 它其实有一个对称的结构 待会我们会比较完整来看 15到18节 它其实所对称的刚好就是昨天的经文5到7节 昨天我们读到5到7节 那个在形容诗人说 原来我知道耶和华伟大 也知道我们的主超乎万神之上 诗人说他真的是打从心里面体会经历这个上帝何等伟大 我相信在看这个影片的许多弟兄姐妹 我们都知道我们很多真的也都经历过他的信实 他的供应 他的伟大 他的灵在等等 那么这个神呢 或者好像会使人害怕的打有能力的这个闪电雷鸣 或者是风不管是令人愉悦的微风或者是有破坏力的强风 这些都是从上帝而来 上帝有能力在很大的天上 在一切的深处最深的地方最小的最大的都能够随之意而行 而对照呢 外邦的偶像是什么呢 有口不能言 他雕刻出来 他好像一个木偶有嘴巴 可是他不能说话 我们的神是说话的神 他说有就有 命力就力的 世上一切的万物都要服从在他的命令底下 他叫驴子开口 驴子就要开口的 有眼却不能看 我们的神眼目观看一切 观看世人 但是呢 偶像呢 他虽然有眼睛 可是他却不能看 我们的神 查看全地 也见察人的心 看得见的 看不见的 他都看见 他的眼目都能够看见 偶像呢 有耳却不能听 我们的神听人的祷告 听人的呼求 他听我们心里面的那些委屈 听我们心里面的那些哀恨 我们的神是听我们祷告的神 偶像呢 口中没有气息 我们知道一个木头雕刻的 一个金子银子雕刻的木偶 一个偶像 他怎么会有气息呢 可是我们的神却是赤人生命的神 他不仅能够说话 能够查看全地 能够听 他还赤人生命 向人吹出气息 所以这个偶像啊 这个木偶看起来就是这么样的 没有能力的 是没有用处的 是好像很无助的 他自己在那里很无助的 一推就倒 他自己没办法起来的 所以十八节说 造他的要和他一样 凡靠他的也要如此 造他的人 倚靠他的人 要跟着这个偶像一样无助 没有能力 没有用处的 其实这里也讲述了一个 很特别的概念 我们信靠什么样的神 或者信靠什么样的偶像 这个偶像就会形塑了我们的生命 我们所敬拜的这个上帝 是一个圣洁的上帝 所以我们的生命就越发的圣洁 因为我们要向他 圣洁的上帝所颁布的律法 是圣洁的律法 他也邀请我们 挑战我们能够活出圣洁 我们的上帝是慈爱怜悯的上帝 所以他也要我们 对人有慈爱 对人有怜悯 当我们看见 有这个苦苦的 有寄居的 我们应当去帮助 去给予 因为我们的神这样做 我们也应当这样做等等 但是呢 这个偶像呢 如果你说拜的是这个偶像 那么你依靠他 你就会跟他一样 外邦的偶像 他是没有用处的 没有能力的 可是呢 为什么 那如果是这样的 为什么人 还想要拜偶像呢 因为事实上 我们知道 在这个偶像的背后 有撒旦的工作 有邪灵的工作 事实上我们之前读生命纪 我们也读到了 在生命纪的三十二章 第十七节也说了 所祭祀的鬼魔并非真神 乃是素不认识的神 是进来新兴的 是你列祖所不畏惧的 就说这个偶像的背后呢 他是有邪灵 在那里工作 所以似乎可以给你一点点的好处 但是他却要了你的全部 到最后他答应要给你的 那一点点的好处 他也从来没有给你 因为他本来就是说谎的 他没有必要回应他的承诺 他不会做这样的事 他就是一个欺骗 一个说谎者 所以这里做了一个对照对比 那么十九节就说 以色列家你们要称颂耶和华 亚伦家你们要称颂耶和华 利未家你们要称颂耶和华 你们敬畏耶和华的 要称颂耶和华 这个亚伦立位 当然上帝拣选立位支派 侍奉亚伦就是祭司的家族 以色列家就全以色列 你们敬畏耶和华的 就包含了外邦归向神的人 所以十九节二十节就说的 就是说全部的人 不单单是以色列人 不单单是祭司 不单单是立位人 而是全部的人都要来称颂耶和华 住在耶路撒冷的耶和华 该从西安受称赞 受称颂 从西安受称颂 然后到哪里呢 其实就是好像第六节所说的 直到天上地下海中 到至深的 一切至深的深处 都该受称颂 从西安开始到全地 要被称颂 被颂养 你们要赞美耶和华 所以这个诗篇呢 是诗人发出的一个邀请 事实上诗篇一百三十五篇 它是从其他的诗篇里面 截取某一句某一节 把它兜在一起的 但是我们看起来 它真的就是一个完整的一个诗篇 它有一个特别的一个对称的结构 一到四节 讲到呢 要赞美拣选的神 那么十九到二十一节呢 一样要赞美 住在耶路撒冷的神 前面我们已经说到了 这个五到七节 所对应的就是十五到十八节 五到七节是一个 我们看到的是 神呢 有谁己意的大能 但是十五到十八呢 讲到的这个是偶像的 无能无助 没有能力 八到九节呢 我们讲到的是上帝 击败了法老的臣仆 对照的是十三十四节 是上帝为他的仆人 申冤后悔 中间十到十二节 就讲到以色列人要得土地 所以它是一个对称的结构 所以做了一些对比 我们有时候会问说 这里诗人说 你们要赞美耶和华 你们要赞美耶和华 为什么上帝要我们赞美他呢 我们知道上帝在他没有转动的影儿 我们赞美上帝并不能够加添上帝什么 为什么上帝一直邀请人来赞美他 邀请他的百姓来赞美他 难道是上帝喜欢我们的恭维吗 或者我们的赞美会让他觉得好一点吗 当然不是 所以究竟谁在这个赞美的祷告里面得益处呢 得帮助呢 绝对不是上帝 事实上是我们 为什么呢 为什么上帝邀请我们赞美 因为赞美可以帮助我们 帮助我们从哪个角度呢 第一个赞美帮助我们 从我们的困境里面转向神的属性 还记得前面我们读诗篇一百三十篇 诗人说 我从深处向你求告 主啊求你彻听我的声音 你若就查罪孽 谁能站得住呢 诗人在一个很深的 很深的被罪压伤的一个绝境境况里面 第四节说 但在你有赦免之恩 要叫人敬畏你 当世人回想起上帝的属性的时候 颂赞神的怜悯恩慈 赦罪之恩的时候 他的心就有一个一百八十度的转变 所以不是上帝需要我们赞美他 而是我们需要常常来到上帝面前赞美他 通过赞美我们 再一次去抓到这个伟大的上帝 他的属性 他的能力 他的慈爱 好比我们刚刚诗篇所读的 也好比我们在各样的困境里面 我们在那里难过 伤心或者在那里挣扎 当我们想起神 他是慈爱怜悯的神 当我们想起神是供应的神 当我们想起神是信实的神 我们赞美神的信实 我们赞美神的慈爱公民 我们就有一个转向 我们就可以回到对上帝的信靠里面 另外呢 C.S. Lewis在他的书里面 他说 我过去从未发现 原来神会在接受敬拜的过程中 向人彰显他的同在 他说 当然这不是求神灵在的唯一方式 但对许多人而言 当他们同声赞美神 上帝全然的美丽 往往就会彰显出来 也就是说 当我们赞美神的时候 诗人在赞美神的时候 格外感受到神的清净 当我们众人弟兄姐妹 一起同声赞美神的时候 更多的去体会 经历神全然的美丽 神的灵在 其实我们也知道 在马太福音也说 无论在哪里 有两三个人奉我的名聚会 就有我在他们中间 所以当我们同声赞美神的时候 我们把我们的眼目转向神 转向神的信实 转向神的公义 转向神的伟大 转向神的慈爱 转向神的无所不在 无所不难 我们的信心都被坚固 都被加添 而上帝悦纳了我们的赞美 祂赐下祂的同在和慈爱 我想这是在赞美里面 在整个我们信仰里面 所会体会经历到的一个过程 求神帮助我们学习赞美 我们每次读诗篇的时候 看到这些赞美的词 我都觉得诗人对于上帝的经历 是这么样的深刻 所以他能够把神的那个荣美 把神的那个慈爱 把神的那个伟大 把神的那个作为 表达的这么样的具体跟深刻 求神真的帮助我们 也能够打从心里认识神 经历神 常常到神的面前来赞美他 也跟众弟兄姐妹一起赞美他 我们一起来祷告 亲爱的主 祢是伟大的神 超乎万神之上 主啊 祢能够随即易行做万事 无论在高高的天 在深深的这个海底 主啊 在这个大的地方 在小的地方 在细微的地方 主 祢总能彰显 祢自己慈爱的作为 谢谢主 因为我们也看见 祢在我们的生命里面 做成何等奇妙伟大的工作 求祢施恩帮助我们 帮助我们 开我们的眼 看见祢的伟大 看见祢的全能 看见祢的浩瀚 好叫我们 能够更多到祢的面前 来颂赞祢 赞美祢 主我们求祢施恩 祝福在影片 观看影片的每一个弟兄姐妹 在今日 我们都更深的 经历祢的丰盛 祢的慈爱 祢的供应 和祢的伟大 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 Amen